音语同路人 我们的嘉宾是临床心理学家 葛林卡博士 在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好像将上帝的能力困住了 我也觉得不行了 上帝都未必帮到我 但是如果能够将自己的框框 不要困在上帝里 其实上帝可以做的事 超乎我们上了上球 他常常都说一句话 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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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我不好的 这句话不是代表一句话 是代表他怎样看自己 但是这些改变 是要经历里面深层的 一些受伤的位置 就是走过被以前人的见证 和他们的真实的经历 是鼓励很多人 我觉得只要一个人肯 承认自己肯 真实看自己的时候 在自己里面 在自己里面的贫乏 他们可以找到 创造他的神的封诚 承邀请来收听 未经历的恩语和路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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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ión